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病男 欢迎来到中华阵线 那现在北京刚刚开完2020年度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开完这个会以后 那么在南海解放军宣布大规模军事演习为期10天 那么看来这个日子将要伴随着整个2021年年初 跟2020年年底而进行 那么这场军事演习规模非常大 画力的这个进航区跟进飞区在南海搞的 那么主要是以我昨天说的山东舰航母编队为主 075大型两栖攻击舰 055大型导弹这个发射舰 为主的这次这个军事演习 规模非常大 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一场军事演习 我说过解放军在习近平中心思想的这个带领下和领导下 那么进行了这个军改以后 中国将会走出这个事 走出亚洲 同这个美国进行这个军事对抗 那么我说过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战略举措 过去我们以韬光养晦和以和为贵和美国这个共存 现在我们要以战崛起 那么我说过 那么还有一点 是两个事 还有呢 我在等会儿北京时间11点 我会发一个视频 就是针对这个华尔街日报 对习近平的这个评价 7000字的评价 我会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我重点强调的是一点 有些人呢 他解读是这个马列 其实不是马列 习思想 现在中国已经不说马列了 共产主义宣言也买不到 没有马列了 是习思想 中心思想 那么我11点钟我会发 那么第二个事 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统派的这个学者 第六门啊 他有一些著作 他的著作呢 我放这个下面 也有这个售价 和这个 他的这个微信 如果有需要的 他对这个中国这个历史的这个研究 和这个结合世界历史这个研究 那么包括对这个武统时间的这个测算 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学说 感兴趣的 可以找他 购买这些书籍 那同时呢 加他微信 好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最后是言归正传 说回来这个事情 在南海搞的这个大规模军事演习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这则新闻 这则简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宣布南海大演习 解放军大型战舰齐驱三亚 中美在南海问题台海军事方面不断较量之际 中国军方12月29日起在南海海南岛周边海域 开展为期10天的军事训练 与此同时 解放军055型导弹驱逐舰 075型两栖攻击舰 及山东舰航母被爆齐驱南海 令此次军事演习备备受外界关注 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2020年12月29日至8时 2021年1月7日16时 海南岛西南部南部东南部海域 进行军事训练 禁止船只驶路 另一据中国网络流行照片 全号为105的055型导弹驱逐舰 现胜南海附近海域 解放军在海南岛周边开展军事训练 而此前消息显示 山东舰航母已赴南海 此结合早前中国所授075 两栖攻击舰停泊在海南三亚 及中国海军证实山东舰航母 赴南海训练的消息来看 此次军事训练获由055 075 山东舰航母边境展开联合训练 主要是什么呢 此前12月22日 美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实陆南沙岛礁临近海域 解放军054A型 护卫舰进行跟踪监视 12月23日 美国两架B1B轰炸机 飞越南海上空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 12月27日 美海军无人侦察机MQ-4C 飞往台湾以北的东海地区 12月28日 美军MQ-4C对海南岛和南海 抵近侦察 美军BLBE再次飞越南海 再次飞越南海 那么我说过了 中国现在要以战崛起 那么以战崛起 你这个海上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那中国在过去五年 我们的海军增加了100艘的这个军舰 这个数字令这个西方非常担忧 非常担忧 那么大家要知道 现在三亚的这个 这个榆林港 又在这个扩建规模 扩建规模 这里将来就是 停靠多艘075 055 山东舰和这种航空母舰 直升机航母 还有我们这个核潜艇的 这个地下的这个岩岩体的 这个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 这里是非常重要 也是美国从这个菲律宾的 巴黎斯塔空军基地 起飞 经常来南海这里来进行这个 底进侦侦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在这里 那么我说过 现在这场军事演习 意味着中国真正的掌握了 这个可以说是山东舰航母编队啊 近些年来中国最先进的这些军舰 集合起来的一次军事演习 那么我说过 过去我们是韬光养晦的 那现在国内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投降派 还记得我前两天说过 这个政政局开会 包括这个喉舌 人民日报 讲说这个坚决抵制 这个贵美崇美和投降派 那贵美跟崇美 这两者 这两人 就是所谓的公知美分 后面的投降派 却不是他们 指的就是中共内部 党内的一些投降派 那么目前来看 被指的人 有可能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和这个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都均是出身于这个共青团派 那么这个呢 我作为 在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这些呢 我就不太这个多说了 但是 从这个气氛上来看 确实有这样的这个气氛 那么 中共中央召开这场 这个政治局会议 的这个民主生活会以后 即宣布这个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个 一个是这个动作 就是要威慑台湾 就是台湾 非常有可能成为 中国新式武器装备的 试验场 还有 这个越南跟印度 不是在 这个越南这边 越南控制的这个南海地区 不是在搞军事演习吗 那这个动作 也是给越南看的 和这个印度 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这些航母编队 训练完毕以后 对攻打台湾 是非常有帮助 但是要记住一点 始终要明确一点 我们的航母编队 不是给台湾准备的 我们的航母编队 是主要对付印度 这种中性国家 跟日本这种国家的 我们这个航母编队 它也不是说对付美国 但是说对美国 它有一定的牵制作用 对付美国 如果说要等价交换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 电磁弹射的 这个核动力航空母舰 以及这个 隐形的这个 这个垂直起上的 这个舰载机 这些都是我们的 这个重要的武器 这样的手段 那主要是对付在海上 保证我们的这个印度洋 到这个太平洋这边的生命线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同时 也警告美国 要千举妄动 那么 我说过 中共每年都会召开 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 大家可能没有开过 这个叫做民主生活会 因为老兵来要呢 原来是在中国的 这个军队当中 我是这个 这个组织 每年都会开这个民主生活会 包括这个 每个月都会开民主生活会 那民主生活会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 民主生活会呢 对中共来讲 每次也是众领导人 折服啊 或者起降 重要的一个 一场会 那么这个会呢 按照我们 小的单位来讲 按照我们这些 支部来讲的话 批评与自我批评 就是对自己 进行检讨 同时 对这个组织 进行这个 对单位 对组织 进行这个批评 也可以对这个 一些个人 这个做出一些批评 但是呢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很考验 政治头脑的 你说你这样批评啊 如果说 如果说 这个 让一些人怀恨在心 那么 对后面的工作 确实不太好 所以说呢 很多这个批评呢 都是不指名道姓的 比如说啊 有的同志 某些人 某些同志 是以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 但是更上层的话 可能就是直接 进行这个 相互之间的 这个批评 同时 每次这个政治局 的民主生活会 只要有 很多数的 政治局委员 对某人 进行口诸笔伐 那么这个人 他将会是 不待见的 同时 民主生活会 结束以后 会对 这个 所有的委员 相互之间 进行一次投票 投票 最终就会 这个公布 哪些人的票数 是最低的 那么你就要 检讨反省了 检讨反省了 从上到下 都是一样的 那这次政治局会议呢 开完以后呢 这个习近平 也说了 这个讲政治 重要的一点 他就是说 提高 要提高这个 讲政治政治 政治觉悟的 这个能力 提高政治觉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说的 政治觉悟是啥 就不要再去 在中国再说马列了 那你就太过时了 你就不是习近平 忠实的追随者 就不像我 不是忠实的追随者 你要懂习思想 什么是习思想 我刚才 我会在 这个十一点的 那一档节目当中 我会跟大家来 解释 阐述 包括这个 所谓的这个 叫做 混合制 公私合营 什么意思 我都会讲 那么 如何 做到 讲政治 习近平 在会上 强调了三个例 一是 必须提高 政治判断力 二是 必须提高 政治领悟力 三是 必须提高 政治执行力 不是提高 这三个例 不断提高 这三个例 是我们增强 政治意识 把握 政治大局的 明确方向 政治意识 跟政治大局 明确方向 就是跟美国这个对抗 以战崛起 以战崛起 不是过去韬光养晦了 那么现在所谓的 Lamit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 批评的投降派 就是指 政治局常委当中 有投降派 但是 碍于 这个领导同事之间的 这个关系 我说过 不会指名道姓的来讲 这是中国政治生态的 一个常态 就好像我们连队 我们这个营部 对吧 团部 这个最高的这个长官 在发表讲话 也不会指名道姓的 来说谁 但是 自己心里都会对号入座 是不是 那 这也是啊 不可能说我们矛盾公开化 但是 我通过喉舌 来对你进行敲打 这个是客气的 所以说 为什么一定要提出这一点 不要再 像这个 比如说像上次 上海这个 泄露中共党员这个资料 很多人都怀疑就是这个戴炳国 戴炳国他就是 应该是投降派 而且呢 也是 所谓的这个 非常敌视军队当中 鹰派的这些人 我说过 我支持军队的这个鹰派 我反感这些投降派 因为中国现在在这个十字路口 滔光养晦已经是不太现实了 必须要像南海这样的 搞这个大规模军事演习 以这样的方式 跟别人去谈判 跟别人去谈判 才有好果子吃 也说过 习近平要让世界认可 中国是一个大国 那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那认可你是一个大国 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不是去做一些文工的宣传而已 而是 这次吃大食的 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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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浪贫的福气 全世界为啥扶美国 真的是 是美国宣传做的好吗 美国大片拍的到位吗 我说过美国大片 都是CIA在背后操纵的 这个灌输这个意识形态的 很多人还不相信 你这是对这个世界政治 这个格局真的太不了解了 所以说是他的这个军装 是他们这个航母编队 这个东西 提高政治判断力 就是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 以人民为重 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本 增强科学把握形式变化 这个精准识别现象本质 清醒民辩 形式是非 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 提高政治执行力 是画红线的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还有画红线的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 头脑特别清醒 眼睛特别明亮 这是什么 就是目前对现在的形势做一个 阐明 就是我说过 党内的高层还是有人要投降 还是有人主张不武统台湾 还是有人主张不和印度发生武装冲突 遇到这些冲突 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我说过 此时此刻已经不适用于这种方式了 就是用于这个军队军人用拳头 用这个枪用炮去解决问题 大家要知道 韬光养晦是以美国为老大哥 中国当Adboss走G2模式来去发展 卑躬屈膝 那现在中国还是想走韬光养晦的模式 但是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了 走不通那就不好意思必须要以战崛起 那我用拳头来给你谈判 我用拳头我给你制造麻烦 那大家来谈判 这也是一种方式 打拉打拉打拉谈 打谈打谈 是这样的 好吧 所以说在这个南海的这个大规模军事演习 非常有必要 这是中国海军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中国目前最先进的这些 海上的装备都集中在一起 进行一个大操练 那我非常乐意看到 拿台湾或者拿这个印度 当做这个试验场来进行这个武器测试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老编男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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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